当播篮球快讯 星期五早早 WNBA常规赛有好戏上演 黄牌和天空将在黄牌主场一决高下 黄牌近期取得连胜 而且最近四次对阵天空赢足三场 这次主场出击 黄牌值得体高一线 黄牌最近几季都具备冠军的实力 但可惜始终是与愿违 他们今季再次卷土重来 常规赛来到尾段 球队络得24胜10负 排在第二位 固然黄牌和今场对手天空只有一场胜场差 有反超对手的希望 但身后阳光都追得很紧 黄牌同样不可以掉以轻心 好在黄牌近期状态不错 近12场赢了9场 上场面对梦想 包括艾查威尔信同期 柏林等四名球员得分在20加 黄牌以97比90战胜对手取得两连胜 另外黄牌最近四次面对天空占据优势 黄牌能够赢了三场 这次主场作战 黄牌有望击退对手 阵容方面 前锋涵被恩商缺陣 上季得到简迪斯帕卡之后 天空成为了夺冠的热满之一 他们都没有令人失望 在季后赛披荆斩击 先后击败天猫 阳光和水星 最终成功捧背 邮赛奇 天空保留了简迪斯帕卡 云达斯洛和美斯文等一众冠军班底 他们志在为面 常规赛的表现 就能够看出球队的决心 目前陆得25胜9负牌在榜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天空上场面对暴风 即使投篮命中率超过5成5 但天空没有防守可言 被对手得到111分 球队输球都怪不到其他人 这次走坊拥有多名攻击好手的黄牌 如果天空防守没有改善 他们再添一败都不意外 阵容方面 中锋里月与因个人缘因被战 中锋里月与因员